跟各位說明的 就是我剛剛講過的 正確的公式的寫法是 ΔH等於MSΔ7 那麼ΔH是熱量的變化 所以這是一個重點 我們只能夠算出熱量差 同一個物體現在幾度 等一下幾度 現在它的熱量差有多少 但是我不知道它裡面 真正的熱量含量是多少 我知道你從A狀況變成B狀況 需要吸熱50卡 熱量多了50卡 但是我不知道你A狀況有幾卡 我也不知道你B狀況有幾卡 所以只要考試的選項中 明示或暗示你 我能夠知道一個玩意的 熱量有幾卡的 都是錯的 比如說我告訴你 我一功課一度吸有一卡 那就是錯的 我告訴你說 我告訴你說這個是兩公克 那個是一公克 我都是20度吸 所以我自己的兩倍大 這也是錯的 只要選項 明示或暗示你 我能夠知道一個玩意的熱量有多少的 都是錯的 因為我只能夠算出熱量差 公式的正確寫法是 ΔH等於2xΔT 我能夠知道是熱量差 所以我們說我們能夠知道什麼東西 我們能夠知道一公克的水溫度上升一度吸需要一卡 那我有不同物質的比熱我又知道你溫度上升一度需要幾卡 所以我能夠知道同一個東西在不同溫度的時候的熱量差 ΔH我可以算得出來 2xΔT可以算得出來 但是我不會知道 我不會知道東西到底含了幾卡 0度吸的水也有熱量 多少熱量 我們不曉得 所以我再說一次 只要選項明示或暗示你 我能夠知道一個玩意的熱量有幾卡的全部都是錯的 都是錯的 OK 我能夠知道是熱量差 但是我不知道東西會有幾卡 那麼另外一個重點 好事的不需要計算的重點叫做比熱大的 溫度不容易變化 包括不易上升不易下降 比熱小的溫度容易變化 包括容易上升容易下降 但是講這一段的前提 前面剛剛提示過了 質量要一樣 你不可以用一個大輪船跟一杯水比 也不可以用游泳池跟一個鐵冰比 這樣是不行的 質量要一樣 另外過去的考試題目基本上都是在質量一樣的時候講話 但是前幾年的基測就考過 質量是不一樣的 所以從此之後就會有人喜歡問 質量不一樣的狀況去比較 所以要請注意 那麼根據H等於2SΔT 如果質量不一樣的話 你要看的是質量乘比熱 M乘S 質量乘比熱大的ΔT 同樣熱量情況下 ΔT就會小 所以溫度不容易變化 所以如果質量不一樣就要看質量乘比熱 比較大的不容易變化 比較小的容易變化 但是這是一個基本的 提示的重點就是比熱跟溫度變化的關係 如果比熱大溫度不容易改變 比熱小溫度容易改變 改變包括上升也包括下降 就是跟各位提示一些我們的重點 可以嗎 可以